第九章的标题叫神经级内分泌 我们91到93都在介绍神经 94到95就会比较摄入到内分泌这个部位 所以我们第四节叫激素的功能 我们先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解释什么叫激素 在100年前20世纪初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两个英国科学家史达林跟贝里斯 他们当然拿狗狗做实验 他们就发现说当一个只狗狗的食物 吃到他的食二子肠 他的食二子肠会分泌某种有机物 这个有机会经由血液循环 会刺激这只狗的胰脏分泌意义 甚至他们如果把一只狗 两只狗一只叫A狗一只叫B狗 这我们好像在小考考卷看过 A狗B狗让他们的血液相通 就是这只狗狗的动脉通到这只狗狗筋 让它血液相通 只要血型符合都可以 这只A狗这是B狗 第三只就是孤狗 不好笑 那我让A狗吃食物 让它吃食物 A狗吃食物 食物进来了 那食物就会刺激A 分泌一些物质 结果他发现了 A狗会分泌唾液 会分泌味液 会分泌蟻液 而B狗呢 唾液不分泌 或分泌的很少 因为我们知道唾液是神经控制 不是内分泌 可是B狗他会分泌蟻液 所以他们当时就发现 胰脏的分泌蟻液 是受某个有机物物质的影响 而这有机物物质会有血液运输 而且食物会引发A狗分泌这个物质 他们当时就称这个物质叫HOMO 我们就翻译成荷尔蒙 这是阴译 那后来翻译成激素 激素激素激发生理反应的素激素 那一开始的激素 其实是指可能是淫秘素 或是等常食物素这种物质 后来这个字就用在泛子细胞分泌 经由血液运输 就用在别的细胞产生反应的物质 就是激素HOMO 目前我们对于激素的特性的定义如下 某个特定的组织或细胞分泌的化学物质 它一定是有机物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植物或动物基础都是有机物 然后既有血液运输 就用在特定的器官或组织 为什么会特定呢 因为这些器官或组织的细胞分泌上 才有它的受体 我讲书上写受气请把它更正 受气是组织或器官 像眼睛是视觉受气 耳朵是听觉受气 细胞分泌的蛋白质 当作接受的蛋白质 那叫受体蛋白 我们在中文上是分出来的 受气是组织或器官 受体是分子蛋白 蛋白分子 英文都是receptor 英文不分 但是我们中文会分出来 所以细胞膜上有它的受体 它才会反应 所以什么叫激素 由特定组织细胞分泌 经由血液运输 作用在特定组织细胞 而它的浓度一般是适中 如果它过高或过低 就会造成你声音反应 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 就会失去恒定性 那就会让你产生疾病 这就是激素 以上就是对动物技术的一个描述 接下来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就已经介绍神经和内分泌 这些所谓的协调系统 那我们现在也比较比较这几个协调系统 人体的协调系统是贩子负责协调沟通的系统 重点在沟通 所以它一定带着讯息的传递 signal 讯息的传递 而你身体里面可以帮忙讯息传递的系统 除了神经 除了内分泌之外 其实还有第三种 就是免疫系统 这我一定要强调 因为免疫系统也有讯息传递 例如我们之前学过辅助性T细胞 分泌细胞基数 活化Everybody的免疫反应增加 那就是个讯息传递 所以免疫也是 只是免疫系统它的性质跟内分泌和神经 差的比较多 我们把它独立成一张 我们之后在第十章再介绍免疫 我们今天先针对神经内分泌做比较 它们都是讯息传递 所以它们有很多共同点 第一个 它们都负责协调运输 负责讯息传递 第二个 它们都可以分泌所谓的化学物质 内分泌分泌激素 神经系统的神经会分泌神经传递物质 有这样的现象 都是分泌化学物质的 而且甚至内分泌跟神经常常会一样 很多神经组织分泌激素 例如肾上腺水质分泌肾上腺素 肾上腺水质是神经 那它分泌的肾上腺素 到底要叫神经 要叫做神经传递物质 还是叫激素呢 哇就麻烦了 因为它是神经传递物质 它也是激素 我们就叫这些系统 这些性质的 这些系统叫做神经内分泌 是神经却有内分泌的功能 我们身体里面非常多这样的性质 夏丝丘是神经 它分泌激素 那这个激素就要叫做激素 还是要叫神经传递物质 都是 那只差别在 这个神经传递物质 竟有血液运输 它就比较像激素 如果只是透过 那个图处间隙 扩散到图处后神经 它就比较像神经传递物质 好 这个注解下得好 这画重点的意思 以上是相同点 那有什么相异点呢 我直接把重点拉出来 这从国中开始比较现在 神经系统 通常我们对它的描述就是 来得快去得快 所以它作用快速 它是透过神经冲动 有摩定会变化 即神经传递物质传递 它的那个作用比较狭小 因为它作用在动气嘛 而且时间比较短暂 内分泌呢 反应慢 消退的也慢 它有血液运输 它广泛而持久 它透过激素 那下面是它作用的对象 神经通常是比较局限的 在动气 不是肌肉就是腺体 而内分泌呢 就要看谁有你的受体蛋白 如果这些所谓的目标细胞 有它的受体蛋白 你就是它的目标 好的 那作用这个比喻有点过时 就是我们以前在描述 神经跟内分泌的时候 会把神经当作电报 内分泌当作邮件 但是你们知道什么叫电报吗 那我都已经过时 所以我改一下 就是我用手机打电话给你 比如说我现在打电话 丁丁 喂 我是舰长 明天中好 别忘记 拜拜 怪掉 是不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哦 明天中好 电话怪掉 刚刚舰长说什么 把它忘掉 糟糕 所以来得快 去得快 那个声音不见就不见了 可是内分泌呢 就像email一样 丁丁 我手机上有信 我搜一下 你看 我进来信 你说明天走考 让它关掉 啊 忘了 再开一次 还在 你的email不会立刻删掉吧 不要 因为是我记得就删掉 通常email可能放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一年之后才删掉它 所以它会留得比较久 所以它来得慢 去得也慢 神经通常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这是神经和内分泌的一个通则 请注意我讲的是通则 好 最后 好好跟大家讲讲 生物学内 唯一不例外的事 就是 凡是生物必有例外 我绝对不会骗你们的一件事 就是我一定会骗你们 上连跟下连 好 我现在讲这是通则 神经比较快 内分泌比较慢 有没有例外 当然有 有没有很慢的神经 有的 有没有很快的激素 也有的 所以通则上神经块内分泌比较慢 是通则 大体上是如此 这是一定会有例外的 好 以上我们就把 那个神经内分泌讲到这里